兄弟们喂鱼哈 喂九糟鱼 每天喂个一包 一包到两包 大家看一下水里的波浪 这个鱼啊 已经你看 已经过来吃这个九糟来了 我们争取 有的话每天投一包两包 让这鱼快快长大 兄弟们总是好奇 明年不养鸡 我去干什么 今天给你们说一下 鸡肯定我不养了 因为不养那么多 养一点 养一点的话两个人怎么养 是吧 但徐哥也一个人去养 毕竟他养了三四年 有这方面的技术与经验 还有销售 我呢就负责 两个甲鱼糖 不是一个甲鱼糖 一个鱼糖 但是明年我自己也养两头猪 也养一点鸭子 现在甲鱼糖跟鱼糖 归我了 我来负责把它们养大 这个大鱼糖的鱼啊 还有很大一部分 是须鸽去年留下来的 有草鱼 有大头鱼 当时的鱼比较小 然后打出来的 到时候干了糖哈 肯定要把这些钱哈 还给人家虚哥 留了不少鱼哦 估计有个千八斤 不知道有没有哈 没有千斤也有个八百斤左右 应该有哈 还有甲鱼糖 当初咱两个人 投了六千多块钱 养了九百只甲鱼 现在有多少不是清楚 甲鱼也归我了哈 我来养 到时候挣了钱 或者是卖了钱啊 不论不论多少啊 给虚哥一半 当然了 要扣除这个成本哈 毕竟现在是我在买材料 买材料喂嘛 是吧 扣除成本的利益啊 分他一半啊 没啥说的 都是自家兄弟 主要是虚哥不争气啊 虚哥身体不争气 如果哈 身体硬了 我们两个人肯定是吧 还会继续在一起 好好的干这些养殖业啊 虽然养的少 但是最起码在干活啊 互相拍拍视频多好 是吧 他这个腰不好哈 老是疼 当疼当疼的 好了 就这意思兄弟们哈 希望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啊 真的不要从中带任何人的节奏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是吧 是一位鸭子了哈 还别说 扛这么远还挺累的 脸都脸都真红了 哎呀 哎呦呦呦呦呦呀 还有一个躲雨必应的地方 虽然赚不到什么钱 看多少羊一点东西哈 不然有时候好闲的 心里不踏实 抓一只鸭子 一只绿头鸭 工地 拉给老二 晚上去大家加餐 我出鸭子 拉出鹅 刚才我又放了几个笼子在我们甲鱼堂 我看看能不能 抓到 大一点的那个甲鱼哈 拉过去拿过去加餐 啊 晚上叫我爸 我二伯我小叔他们 啊 坐一坐哈 我爸也刚从外面回来哈 一起聚一聚 热闹一下 什么眼神 他们是看不上吗 鸭子你不要拔好毛拿过来吗 你来自己接上拔一下 现在下班了就12点了 来 不想弄不想弄就不要打PK呀不想弄 我没说我不想弄我不想拔毛 去鸡蛋你看 去鸡蛋拔去鸡蛋拔毛 三块钱两块钱搞定 还不起锅烧油啊 中午饭人家都没吃完呢 赶紧弄啊 太晚弄不出来 鹅都没抓过来 鹅呢 他就张鹅 鹅呢 什么鹅 白鹅 白鹅你不是麻鹅吗 麻我没输 明天坐吧 我不我不我我没没意见 这兄弟们交代就可以了我没意见 我把甲鱼笼做法好了有没有甲鱼赶紧看下午了哈 可以了他有一个平台账号被封了 是我把他解是我帮他解开的你去要是不是请我吃饭 我说家里没电脑 我不管你没电脑是不是你要请我吃饭 我请你吃饭是吧 去吧 刚好你中午没吃饭 是不是我帮你弄好的 你去吃不吃 我不管你你请我对饭啊 没有啊现在请你吃啊 你不吃就没吃 那你不吃是你的事是不是 人家工人在吃饭我好意思啊 那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阿嫂挺香的 吃个米子 吃个米子 下午了哈 马上就要做晚饭了 我们看一下 上午放的那个甲鱼笼子 有没有进货 看有没有甲鱼 有的话我们就 拉过去往这一起吃哈 加个餐 没有啊 到了再说 哈哈哈 脚鱼头 倒有不少的水面上看到没有 看一看清吧 一点点的就脚鱼头 那个都脚鱼头 看到没有 收了四个笼子 一只都没有 是不是现在天气原因呢 脚鱼不进笼子了 哎呀 现在也快十月份了哈 这脚鱼不用喂了已经哈 温度低了脚鱼不会开口了 明年接着喂 脚鱼开始冬眠了 到明年年底 到明年这个时候 这脚鱼大的估计 应该有个两斤吧哈 明年给他们 炒吃 吃多一点 争取明年年底 可以卖一批 好了 回去等饭吃 兄弟们啊 拜拜